多喝水能排毒,粗茶淡饭身体好,这些养生方法被很多人奉为闺孽,但却有人因此进了医院。 案例,53岁的邓先生一向注重养生,因为血脂高,所以一直坚持吃粗茶淡饭,对肉的限制非常严格。 可后来,他渐渐感觉疲劳,乏力,去医院一查,发现不仅血脂高,而且脂肪肝严重,引起了肝功能损伤。 这让邓先生想不通,不是说粗茶淡饭养生吗?怎么还养出病来了?难道是错的? 其实,很多养生知识并非没有道理,只不过一要注意适度,二要因人而异,不可盲目相信步入养生误区。 一,多喝水对肾好。 不注意这几点,等于找病,多喝水是最常见的一句叮咛,也确实有利于身体健康,包括肾脏,多喝水可以增加排尿,停刺及尿量,帮助肾脏排出代谢废物,降低肾结石等极定风险。 但喝多少,怎么喝很重要? 一喝水太多,当心护肾便毁肾,我们喝进去的水,被机体吸收利用后,多余的水分则需要肾脏生成尿液,将其排出体外。 而有一些研究指出,过度饮水可能对肾脏产生负担,特别是对于本来就存在肾脏问题的人群, 过多的水摄入可能导致肾脏过度滤清血液,增加肾小球的负荷,进而影响肾脏的正常功能。 因此,喝水也得适量。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,低身体活动水平下的成年男性每天喝1700毫升,成年女性每天喝1500毫升即可。 当然,体型、年龄、气候等多种因素均会影响个体需水量。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自己的小便,如果颜色浅黄、清澈、量足,说明饮水量基本充足。 而如果是肾功能受损的人,喝进去的水不能正常排泄到体外,则需严格控制饮水量。 一般,全天适宜的水量包括喝水及饮食中的水液等于500毫加钱一天小便量,具体需遵医嘱。 二不要猛灌,少量多次喝最好。 夏天天气热,很多人又没有主动喝水的习惯,总是等到口渴时才开始猛灌。 但这可能会超出肾脏负荷,引发水中毒,人的肾脏每小时能排水800至1000毫升。 若在短时间内大量饮水,肾脏负担加大,过多的水分无法通过尿液排出,就会使得水分在体内供流, 引起血浆渗透压下降和循环血量增多,极为水中毒。 发生水中毒时,人会有头晕,口渴,肌肉疼痛和静卵等症状,严重时甚至会造成呼吸困难,心跳骤停,危及生命。 所以,平时最好养成主动喝水的习惯,少量多次饮用。 二,粗茶淡饭身体好。 吃错伤身,吃对养身,一碗青粥,一碟小菜,这是不是你理解的粗茶淡饭? 但这样吃,身体不受罪才怪。 一粗茶淡饭不等于喝粥吃素,否则身体遭罪,长期喝粥,吃素,一方面蛋白质摄入不足,会导致运送肝油三脂、磷脂、脂肪酸的脂蛋白合成减少,导致肝油三脂代谢不足,积存在体内,继而形成高血脂、脂肪肝。 另一方面,为了增强饱腹感,这类人往往会摄入较多的精密白面,过多的碳水化合物也会在体内转化为脂肪,增加高血脂、脂肪肝的发生风险。 二真正的粗茶淡饭,是指饮食清淡,事实上,正确的粗茶淡饭应该是素菜为主,荤菜为辅,少油少盐,低温烹饪,及我们常说的清淡饮食。 以控制荤素比例,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,健康成人每天应摄入40至75克禽畜类,40至75克水产类,40至50克蛋类,300至500克蔬菜,250克至400克主食类,200至350克水果。 我们也可以用拳头来衡量,大约相当于每天吃一个鸡蛋,一个拳头大小的肉类,两个拳头大小的骨类,五个拳头大小的蔬菜水果。 二食材选择有讲究,素菜,深色蔬菜至少要占一半,比如盖兰,绿菜花,线菜,菠菜,胡萝卜等,颜色越丰富越好,营养更佳。 荤菜,红肉,白肉都要吃,白肉多于红肉为宜。 主食,粗杂粮要占据主食的1,3至1,2,以补充膳食纤维,B族维生素等。 水果,草莓,樱桃等低糖水果优先,控制荔枝,哈密瓜等高糖水果的摄入量。 三,注意烹饪细节,每人每天由摄入量控制在25至30克,沿摄入量在5具以下。 尽量多选蒸、煮、炖、炒、闷等低温烹饪方式,减少营养流失及有害物生成。 三,过午不时养胃又减肥。 小心越养越胃伤,还容易腹胖。 过午不时也是流传了很多年的养生观念,据说这样做既能减肥又能减轻胃肠负担。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。 一过午不时伤胃,难减肥,过午不时原本是佛教的戒律,指的是出家人从午后到第二天黎明不吃东西。 出家人主要的活动是修行打坐,而且日落而稀睡得早,热量消耗少,所以少吃一顿饭问题不大。 但对于现代人来说,不吃晚饭开始可能会变瘦,但持续一段时间后,机体会开启节能模式,基础代谢水平会下降。 相当于同样的进食量,身体消耗得更慢了,体重就很难下降,而且一旦恢复正常饮食,也更容易腹胖。 同时,现代人睡得晚,如果过午不时,空腹时间就会特别长。 而这个过程中,胃酸依然在分泌,就容易伤及胃粘膜,引发胃炎甚至胃溃疡等,反而不利于胃健康。 二,一日三餐不能少,晚餐适合茶漏补缺,发表在《营养与饮食学会》杂志上的一篇研究发现,一日三餐,少吃哪一顿都增加死亡风险。 不吃早餐,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增加40%,而不吃午餐或晚餐,全因死亡风险增加12%,16%,所以,晚餐还是得吃。 而且要茶漏补缺,大家可以在吃前仔细回想一下早午餐和零食加餐都吃了什么,再以上面的几个拳头为基准适当进行调整,通过这一顿把缺乏的营养补充齐全。 比如,白天前两顿如果多是肉食,那晚餐就可以适当减少点蛋白质,多安排几个素菜,以完成一天300至500克蔬菜的推荐量。 四,狂刷步数更健康。 当心膝关节受不住,生命在于运动,其中走路简单又方便,成了很多人的首选运动方式。 但每天狂刷步数,日行腕部以上更健康。 依日行腕部,可能损伤骨关节,对于健康的年轻群体来说,日行腕部问题不大。 但中老年人膝关节退化,膝关节病的风险本就大,如果每天盲目坚持日行腕部,更可能使膝盖受损,出现红肿、发热、疼痛的症状。 而若已经患有骨关节炎、骨膜炎、痛风性关节炎等病,盲目日行腕部,还可能会加重病情。 二,每天六千至八千部就够了。 权威医学期刊《柳叶刀》、公共卫生发表一项大规模研究。 研究团队对来自四大洲,覆盖近五万参与者的十五项研究进行了汇催分析,结果发现,只要多走路,都与长寿相关,但超过一定部数后,长寿获益可能不会再明显增加。 具体来说,大于等于六十岁的人,每天走六千至八千步就够了。 超过这个部数,预防死亡的好处就不会额外增加了。 小于六十岁的成人,每天走八千至一万步,获益基本达到上限。 每天步数与全因死亡率之间的剂量反应关系,三做到这几点,才能走出长寿部,膝关节之间有一层软骨,起到缓冲重力和润滑的作用。 从三十岁开始,软骨层就开始变薄,而走姿不正确,更会加速软骨退化变薄,增加膝关节病风险。 想要走出长寿部,必须紧记稳,准,狠,三个字。 稳,每迈一步都要十分稳当,不要左摇右晃,准,脚尖向前,不要外扒或内扣。 狠,腿迈出去以后,用核心力量往前走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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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